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祝大家身体健康 那时候我的老师推广材香 网上一样说他 说过他骗子是什么什么的 是不是 所以我的老师 所以又是 一个难间的难间就走过来的 信他的人就学到东西 你不信他诋毁人 你是戏物人 人是骗子 那个人是不是 有打也有限 就是那个人没有做甲局 甲局限制你行多远 那时候连世界首富马云 都被人骗子 他推广他公司那些 产品 项目 都不知多少人 他在这门外 只是一个 孙正乙 是 那个 日本的人 就这么眼光独斗 就立刻 投资企 就立刻 投资企 因为 散人 就赚了 几千亿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昨天何太就有个直播 好多人 其实都在讨论一样东西 就是 到底何太背后 有没有团队 有没有人操作呢 其实 在昨天晚上的直播 就有人挖到有一间的直播公司 应该是直播公司 就有科金给他 然后就说 这间公司可能就是跟他合作 何太之后直播带科 就会由这间公司去帮他操作 但是 我们刚才影片那里 CAP了一细段给大家看 这一段 其实 他是爆了一些 关于财商学院的细节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都应该记得 何太是一直无论公开也好 私底下也好 在他的粉丝群里都好 就一直提着 说要开这个财商学院 其实我一直都是很好奇 以你一个没什么学历的人 又或者是投资经验 不多 不丰富 甚至乎 是不见得你讲话 是有几个深思熟悦的人 为何在你认知中 觉得自己能开到财商学院 这一样不是说我看不起 因为很简单 譬如一个普通的打工仔 我跟你讲一些你不理解的东西 或者一些你不熟悉的商业模式 你听完之后 你不会突然之间说我要做这样生意 不会的 那你要做生意 或者做一些重大的决定 都会是一些你所熟悉 你有认知的东西 那即是说财商学院 这件事是有人跟他洗过脑 你记住啊 听清楚啊 是洗脑 不是一般讲 是洗脑 洗到他觉得 凭着我的名气 我可以开财商学院 跟着呢 可以帮你们脱贫 致富 而这个财商学院呢 其实我大致上 猜到会是什么 应该就是类似成功学那一类 然后呢 就找一个地方 就叫做同你去做一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演讲 演完讲之后呢 就卖货 卖完货之后呢 就同你做一对一 应该就是这样的事件 其实我们之前呢 是出过一个这样的案件的 那我们影片最后的话呢 我就将这一个案件 放在最后给大家看一看 就看一大陆呢 这些所谓的 什么东西 学院啦 成功学大师呢 是怎么割你们的韭菜啊 那我们回归回正题先啦 因为那段片放在最后的 如果不想看的 你可以飞去的 回归回正题 他直播的时候就爆了 有个老师 个老师曾经会被人说是骗子 正正常上来讲 有些什么人会被人说是骗子呢 在大陆来讲 我估计就是那些有商业糾纷的人 又或者是你卖了东西给人 人家觉得不好用 要退货 而你又不退 跟着就说你是骗子咯 如果是正常做生意 一买一卖 是好少这一类骗子的情况出现的 通常会变成骗子 多数都是这一类卖货的老师 因为学了你的东西 是找不到钱的 但是自己又花多了钱 这些套路 其实之前也跟大家讲过 其实是所谓的千局来的 就叫做妖良环田局 你可以看回天涯神帖部分 那个播放清单 我们是有跟大家讲的 就是怎样呢 就是哄你了 你现在给了钱我 你在我这里学完东西之后 你未来就能够有好多好多好多的钱 那这些就是他的一个做法 我估计是 但是人家找不到钱 就要说你是骗子 为什么不拉你坐牢呢 因为这一样东西是拿不到案 我只不过是卖货 你赚不到钱 与我无关的 你的操作室不关我事 就是这样 他没有直接接到客户的钱 他而是卖货 所以叫财商学院 而他这财商学院肯定是 不会租一个实际大的写字楼 他是搭鸡棚 怎样搭鸡棚啊 就是一开始我估计他这样谈的 你现在在香港那么红 突然之间 我看到你那个好厉害 那我们不如合作啦 Biliba说了一轮 跟着就说 到时你又负责牵头 你在香港这部分就交给你了 跟着我就负责提供人才来教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大陆人 直接过去香港道理 是没工作证去教 你就是黑工 可以报警拉你的 就算演讲 可能都未必得 讲回正题 可能就是这样讲下讲下 洗脑洗到他自己都当了是真 所以他一直跟你说 我要靠那450万 变成4500万 变成5亿 变成1万亿 这些其实是成功学的套路 来的 等一下你可以看回我们 影片最后的故事 就是这些成功学的套路 是令到他个人 是非常之狂妄 和自大 因为成功学这一套 不要说几千人了 五六百人 一千人怎么都有的 那是不是一千个人听完都变成功人士 不是的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这些成功学的门票 你买都买不到 抢都抢不到 有个笑话 他说好多人去求神拜佛 然后有个人就在那里说 求神拜佛有没有用 跟着他反问 为什么没有用 他说如果求神拜佛有用的话 你连门口 你连山脚都入不到 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由他爆红开始 已经是一个局 他很快已经想好自己要去开直播 或者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团队 但我假设他有团队 他这个团队是有部署的 但是不厉害 是蠢 以他的部署 其实何太是被他搞死 所以我就说他是有部署 但是不厉害 因为何太的这个局 一开始是没有大家想象中 这么难去拆解的 是有得慢的 至少不会演变到 现在今时今日这样的地步 但是由于 他可能的团队的操作 就放任了他自己做 高估了他的能力 而何太也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就变成 现在一个这样的地步 现在他基本上 每次一直播完之后 是啊 是赚到钱的 带来很多效益的 但是效益全部 不是落他们两个老人家的袋 这些所有的效益 全部落了 是讲他们的KOL的袋 甚至乎 大陆已经是找到 这个财富密码 很多KOL 是靠着去讲 何太 罵何白 这件事去直播大货 所以 他们是赚到钱的 不过是 讲他们的人赚到钱 自己赚不到 他就变成越播越窮 而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现在再强硬玩下去 其实是可以讲得上是 加速自己的网红生命 结束 你一日之内直播两场 朝早一场 夜晚一场 你已经是消耗自己的了 你是没那么多能量去做直播 亦都没那么多话题去直播 你所讲的东西 全部都是被人拿来做主题 还有一点 你没墨水 你个肚子没墨水 你亦都很难 可以讲到一些吸引人的等人的肉体 所以这些就是他的困局 而这类的财商学院 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能够赚到 4500万呢 我亦都同你计 其实他一开始 就说拿100万去做饮食 他是没讲到做财商学院的 想回他第一次的访问 那就是说 财商学院这一样东西 是之后才有人跟他谈 有人跟他讲 在他认知里面 他就只会是知道我做饮食有得赚 煮食有得赚 可白以前做过哔哩巴拉的东西 即是他当时的认知是没有财商学院这一样东西 但可能他之前是有学过的 但他不觉得自己能够开 明白这个意思 如果他觉得自己是能够开财商学院的话 他一开始就会讲做这一样东西 但他没有讲到 所以他现在第二次 或者是他私底下再讲的东西 就是这样 财商学院是有人教他的 有人跟他讲的 有人跟他谈过合作的 他觉得有得赚 所以就这样 讲个例子给大家听 大陆最近有一个KL 900多万的订阅 或者是千万左右的订阅 他当时是能够做到一年 卖货是赚到一个亿的 千万到一个亿 左右 人家说你骗子不要紧 都有人说我骗子 那我就赚到钱 我说他们 他的想法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再细节小小说下去 其实你见到他 现在左一句港独 右一句黄丝 但是你见到 他虽然是挑起这些社会矛盾 但是其实你不见得有蓝丝出来帮他 甚至乎现在因为他这个事件 香港大部分人都很一致 是站了边的 是说他的 说他贪钱 是可以靠一己之力 团结了香港 但是说回 他是特意挑起这些矛盾 他没有再说黄蓝 但是他现在就说你港独 这一部分 如果配合我刚才所说的财商学院 会不会是有人跟他谈过之后 他就特意打这张牌呢 不出奇的 但是这里我是提醒 如果你是有人叫你这样做 特意这样讲去搞起矛盾的话 你和可伯呢 是夫妻来的 两个人 再加上你财商学院的老师 又或者再加上你那个直播公司的人 如果大家是有个群去谈过这一样东西的话 你就大件了 你是有组织性地去做这一样东西 搞分化 不要以为删了个群 删了个号就没事 人家是绝对查到的 这些资料是留很久很久的 因为这些就算说了出来 你删号都没用的 退群都没用的 是走个必留痕迹的网络 腾讯是有留底的 那如果是这样部署 打算这样去争取人之前 拿这一类粉丝的话 是一件好恶毒的事来的 你想下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去讲一样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作为一个 司拉 街市阿沈 你是不会去讲这类事情的 跟你根本就没利益关系的 就算现在你左讲右讲 其实你讲来讲去都是个钱的问题 除了个钱 是看不到上文下 你有人讲这些这样的说话 那就是说 是可能有人教他 因为好几个群 他都是讲一模一样的东西 是直头好像是 感觉上好像是叫做 那一种根稿毒的 所以有些这样的情况出现 如果是查得到 你是有组织 几麻烦的 入了小黑屋先咯 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 又有直播公司 然后又有些什么财商学院的老师 为什么一个这么简单的局都拆不了呢 就一直在聚焦在个钱上面 就算是财商学院谈完之后 都是照聚焦在个钱上面 四千五百万 五个亿 一万亿 别说一万亿 你拿到一个亿 你已经是好难洗得了 但是 如果他一开始走了第一步 是拿了林作的钱 那里三十到五十万的话 其实是可以叫做 索了一筆先的 起码生活不休先 但是这一度 大家有没有想过 他是一个贪钱的人 即是你们都当他是贪钱的人 这样讲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他拒绝林作 五十万 甚至三十万呢 他怎样都是索钱的 对不对 你想想他 他没有任何成本 林作是愿意跟他签约 他是前律师 他是知道法律 签约的约 30万 他给得起 对不对 这一点 然后他开班的话 他最尽 其实都是虧30到50万 赢得起的数 赢得起的数 来的 不赢不起 就叫妈妈知道点 对不对 这些赢得起的数 之下 林作又肯给 而托马就不肯签 我估计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 这一个原因 就是跟他财商学院说出来这一件事 时间是很吻合的 有可能就是财商学院牵头那一个人 看到林作其实是跟他做同一件事来的 为什么呢 你财商学院跟林作卖货有没有分别 一个就是在网上给钱他 他给影片你 这些叫网货 林作就是可能他网上也都是卖货 直播的网货 两样东西其实本质一样 可能他就担心 不行 何太如果去了林作那里 就不会跟我合作 如果林作那里卖得好 他一直跟林作做的话 那我个财商学院还得到的 所以应该是落了不少口水是跟他说的 跟着令到他放弃林作那一笔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故事讲得通 他讲到林作是给他100万 我看回林作的资讯就是肯跟他签约保底 好似30万还是50万 然后后面就是叫做 会是跟你做一个分成 他愿意分七成出去 那分七成出去的话 林作其实赚的钱不多 打个和已经好厉害了 所以在这一点的情况之下 何太是没得输的 一些这样的条件都可以拒绝 他不是不识看中文 他亦都不是不识发落 很聪明的 直播的时候都会和 粉丝说一晚五次 所以你说他蠢 又是不是真是那么蠢呢 还有我假设五十万也好 喂救你两个老人家 撕到多久啊 经常说要钱要成 为什么有一个这样的机会 你都不去把握呢 现在又回到大陆自己搞呢 开头我以为他是贪心 但原来再细心想一层 看回他直播爆的东西 应该不是贪心 是有人怕影响到他的利益 所以哄了他 不要和林作合作 最有可能的故事应该是这样 你想下一个见钱眼开的人 你如果见到钱五十万给你的 甚至你有机会拨一百万 好过你在抖音直播中 撕下撕下撕下 你撕到多久才撕到五十万出来 你科金的钱是第二减息的 一开头你可能很多一万 第二次可能八千的 你没新东西出来可能一两千 几百元的 然后我再算一条数 当林作合五十万 那其实和你那四百五十万 都是差几倍 你已经有了五十万 你平时那么大口气 握住那几十万 你不能够赚一个亿回来吗 可能就是因为两边的东西 撞了后边的人 一直洗他脑 何太又错失了这笔钱 假设你林作真是生猛 是帮到何太赚到一百万 他即时复活 彈下彈下 说话又大声又串 使现在直播的时候又要哭 跟着又要扮一下脱衫 又要扮到好委屈 不必要做的 对这些财商学主来说 你赚不到钱 对他没影响 最紧要是他自己赚到钱 每个人都有私心 只不过我就是一句 他是有部署的 但不职 是高估了何马的能力 何马又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就搞到现在这样一锅 他在有得保救的情况下 他没有做出一个好的部署 当然了 怎样做呢 我这里不会说了 不会分析了 拆是一开始早期是有得拆的 这个不是一个很难拆的局 但你想下 作为一个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在他后面出谋或拆 作为这样的人 口口声声说帮人成功 但是连一些这么简单的局都拆不行 好打有限 这这样的团队 就算你找了公司跟你合作 这些这样的公司 又有几强的能力可以帮到你 刚才就说到 这一类财商学员 就类似是成功学或者是网课那一类的东西 何太就说到 是会帮人赚钱 所以我们找回一条旧片 这一条旧片其实就是讲成功学 那他讲什么呢 就是说了 21岁成为百万富翁 25岁年赚2500万 成功学大师连入300亿 所以找回这个案件给大家看 那我们去片 成功学我想好多人都听过 甚至乎我想应该有听着的朋友 应该都有去过上那些成功学的课程 那现在就讲一个抖音的成功学大师 他就说自己21岁成为百万富翁 25岁一年赚到2500万 这个人就叫姚成为 在2019年12月7日 在广州深圳的某一间酒店 二百多个警员 一齐冲去同一个地点 连这个地点看下去 其实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活动场地 但是台上演讲的人就叫姚成为 他个身份好厉害的 好快警方就控制了他 而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都觉得好惊奇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功学讲座 为何警察会过来 但原来事实不是这样 那警方就拿了之前姚成为 演讲现场的资料出来同大家讲 说事实上 这个人只是打着成功学大师的皮套去进行诈骗 台下的观众看到都觉得好疑惑 但警方已经带走了姚成为 而警方深入调查和各方资料搜集之后 所谓成功学大师的狐狸尾巴终于都露了出来 姚成为所在的公司叫镇古力金集团 听个名好像好劲好厉害 而他服务的对象不是人是企业 他声称能够帮企业起死回生 公司里面的导师精英学历好厉害 一是就清华北大的牛洋博士 再不是就是试过在世界五百强的公司 有个好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 总之各种的品牌魔法师 落地财神的称号是看到你好心动的 甚至乎他说到自己 有好多企业都送奖牌给他多谢他 而根据警方所收集到的资料 这几位港师在台上好厉害的 零牙利齿是可以将现场的气氛 一次又一次推向高潮 而姚盛伟作为这帮导师的第一把交椅 面对警方 对他的演讲活动质问 他觉得好无辜 说我又没做坏事更加无害人的心 虽然他讲到自己道貌岸然 但是受害者就不是这么觉得 有个受害者小雅被骗之后就向警方提供证据 他说2018年他看到朋友个个都创业 于是乎他想自己创办一个自主化妆品企业 但由于毫无经验小雅一开始是无任何头水 直到朋友同他推介这间震股匿金公司 就被公司的宣传所吸引 他即刻决定起程去深圳 去到会场之后无想到一张票要980元 只不过对比整盘生意来讲980元 不是什么大钱 小雅好快就报名了 然后一入到会场那些音乐令到人相当激昂 而姚成伟就充满信心地走上港台去发表他的伟论 就说自己21岁成为百万富翁 25岁一年赚1200万3年时间经营两间公司 虽然两间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到1万元 但是现在市值50亿 就说现在年纪轻轻已经投资了百多间公司 而姚成伟所说的话令到台下的观众觉得他好厉害 那些拍掌声是这样的 在那么激昂的环境之下 赚钱深切的小雅开始咨询姚成伟 就问他怎样才可以好像你那样赚到那么多钱 姚成伟在台上就说了 就是3日内搞清他几个模组的话 年赚1000万是没问题 除此之外还需要靠姚成伟公司的深度策画 才能够实现到这些成就 事实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就在小雅好疑惑的时候 好多事好像一早配合了那样 之前拜在姚成伟门下的弟子 开始来到现场现身说法 他们送錦旗给他 有些甚至乎是当场跟他叩头 这一班人做出一些这样的举动 应该就是要感谢姚成伟 令到他们赚了大钱 这些这样的操作令到小雅心动 他忍不住就想向姚成伟拜师 但是啦 拜入款门下是有门栏的 就是8万元的费用 交了8万元就能够成为姚成伟的的传弟子 而成为了的传弟子之后 姚成伟不单只能够帮他 去调理好他间公司 亦都会对他们进行终身复份 而除了的传弟子之外 亦都有入门弟子 费用4万元 但入门就只能够入门 什么都做不到啦 无后续 于似乎小雅即场给了8万元 成为的传弟子的小雅 好快就找到姚成伟啦 将自己当初的梦想 和所有计划都告诉他 而姚成伟听了小雅的介绍之后 后就同他推荐全式品牌策划服务 这个服务是有108万的策划费 而且必须在培训现场去交 而小雅经过一番猶疑之后 就拿出了自己的50万给了订金 剩下的58万 双方达成了半年之后再清缴的约定 看到这一系列的动作觉得尘埃落定啦 但是他看到合同的时候 这个策划费竟然变成308万 而另外的200万就成为了他公司的入股费用 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又想问下这间公司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但是对方又说了一句 我们现在有了你公司的股份 那我们的利益是捆绑在一起的 而且每个行业我们只会帮一间公司创业 如果你放弃了我们就去帮你的同行啦 听到这里小华就觉得自己非常之好彩 那于是乎15分钟过程里面 他连合同都没仔细看清楚 又签了啦 等了一个月之后 全部的策划方案终于研究出来了 当中包括实际落地的品牌设计 门店装修等等等等 小华好开心终于可以放心啦 但是去到实际的落地环节 姚承伟给出来的这套方案 可以讲得上是好看而不好用啊 好快姚承伟打电话跟小华讲 说自己帮他找到一个面膜的秘方 小华就好开心 这样同他助理到姚承伟那里 那结果是令到他戴着眼镜 所谓的秘方只不过是水 和生粉勾兑出来的三毛产品 就算无经营企业的经验 这些产品在间别上面 小华其实都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看到这些这样的假冒商品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被人骗了 由于策划项目开始啦 所以小华一直都按照姚承伟安排 在世界各地就去找原料 找材料已经花了五十万啦 再加上之前一系列的流程 已经花了将近一百万啦 但个项目依然是见不到成效 小华就立刻找姚承伟啦 同他说喂你个研究项目 没什么效果喔 姚承伟竟然反咬一口 他说自己的策划没问题 是小华你这边的团队 缺乏执行力和策划能力的问题 另外还说小华作为老板 没格局没心胸 所以问题都在小华这里 总之全部都是理错 面对这样的答复小华好生气啦 而这筆数好难计清啊 所以他找了警察 警察了解完整件事之后 由法律角度来看 这家抗股力金公司 是以成功学做引子通过开设课程 企业培训这些手段去骗钱 已经涉嫌诈骗犯罪 而姚承伟团队也落网啦 警方发现好似小华这样的受害者 原来是多不升数的 可能大家都会疑惑啦 靠包装和宣传去获取关注和合作的公司 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呢 难道因为他们真的有真材实学 事实就不是这样啦 经过警方的讯文 姚承伟表示 自己只有积高的学历 而这些经验是靠自己误出来的 他认为成功学的根源 就是包装自己 那么多年来 类似投资行业老板 全式品牌战略创办人这些称号 他都是这样直接摆上自己头上的 然后他又培训了一批 同他一样的人才 就凭着听了明的给掌声 这一句说话就开始脸财啦 而且蛋糕越做越大 2019年他用赚回来的钱 创办了品牌生态研究院 姚承伟就开始招收学员啦 学员费就四万元人民币 这些学员只要发展到下线 就可以带来收入 是可以获得提成的 凭着这一套商业模式五年时间 姚承伟的收入就去到五千万啦 那当然啦 大陆的法律就不会放过他的 去到2020年1月13日 姚承伟这班人就因为涉嫌诈骗 和组织领导传销 相关的检测机关拘捕啦 而见到姚承伟终于落网 而且列举出来的罪状有部份 还非常之夸张啊 因为刚才上面所说的东西 只是冰山一角啊 警方开始深入调查 而且在找到的影片资料里面显示啊 在某一次演讲里面讲到 他说到啦 有一个顾客的妈妈 九十多岁 生命就危在单直 但是因为买了姚承伟的能量画 竟然奇迹翻生啊 姚承伟所说的能量画 其实就只不过是他手繪的一些符号 拼在一起啊 同小学三四年级画的东西呢 非常之相似 但是原本这一些的画作呢 是被他包装过同宣传过 似乎就形成了一个救命良药啊 不单止是这样啊 强带着那些交完学费的学员修行 打坐 同时还买上先丹 能量液 护身符等等啊 玩下玩下玩埋道教 搞埋个人顺拜啊 然后做了一个叫兄弟盟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入会费 最初14万去到后来30万 之后一直水涨全高 那为什么会费那么高 都还有那么多人进去呢 自愿跳落火坑 加入这个兄弟盟有什么好处啊 其实他们多数都只不过 在群里发下红包 组织聚会 然后讲的就是拓展人脈 提高圈子 那有一个叫米兰的兄弟盟 成员表示到 曾经姚成伟是带着兄弟盟里面的部分成员 去自己公司参观 他花了不少钱啊 但是所谈的项目全部指上谈兵 他觉得好无语啊 来找他干嘛 而其实这一类这样的成功学大师 在大陆来讲呢 是好常见的 甚至乎我见过啦 有一个都是成功学大师啦 他所开的题目呢 好有趣的 就是教你如何吹牛逼 跟着他可以下面坐满了 收五六百元一位的 所以在大陆靠把口银食 都好似几有市场啊 不过这一类这样的企业 策劃又或者是心灵导师 很多时可能都只是 得把口 他所赚到的钱 没错是赚到那么多 学员给他的嘛 他就赚到那么多钱咯 那刚才跟大家所讲的故事呢 就是类似这一类这样的 财商学院啊 成功学的一个所谓的骗案 是不法分子来的 他是靠吹水 那是不是好似呢 有几似啊 你想下 25岁年赚2500万 后来去到年收入300亿 和何太的450万 变4500万 4500万变5亿 5亿就变1万亿 是不是好似呢 是同一套话术来的 就是我这样看呢 他后面应该是有人这样教他 但是不厉害的 他自己的水平都不厉害的 在他认知底下 他未遇过这一类这样的事情 去做拆局的 所以他拆不备 拆不备底下 就等下何太自己自生自灭 何太也都不负众望地 成功一手毁灭自己的事业 来到现在 他是好难可以有个好的形象的 因为现在是好多人不停不停举报 另外讲多一样东西给大家知道 他可能是会叫做直播带货 但是他的直播带货 很有可能就没什么人买东西 甚至乎有部分的人是会去买完之后退货 当然你说你退货 其实他的损失也都不大 但是在这就不建议大家 有一个恶意的退货 因为恶意的退货是犯法的 在大陆来讲 无论怎样都好 现在跟大家 简单地分析了一下 这些所谓财商学院到底是什么来 背后他到底有没有团队呢 刚刚上面所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猜测来的 就是拿来给大家知道一下 大陆这些所谓的 什么学院 什么学院 什么课程 怎样成功 怎样的套路到底在玩什么 我想今集讲完之后 应该好多人都对这类 大陆割韭菜的课程有深入了解 大家又觉得何太背后 到底有没有人帮他出谋画册呢 如果有人帮他出谋画册之下 他仍然是不断去提这些这样的事件 其实是一件非常令人争吵的事 因为这类这样的东西 其实主要都是向钱看的 只能够说 他们的认知不够 只是能够懂得搞这类人民斗人民的事 还有这类所谓的财商学院 如果是帮你做生意的话 我说你会死得更快 因为这类东西 其实他们自己都没接触过多少的生意 那他是凭什么跟你去操盘呢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经常都是那句 要死 你就死在自己手上 如果人家帮完你 亏了钱 而你又要倒闭 或者不停保钱下去的话 你有没有得报仇先 那既然没仇报的话 那做来干什么鬼呀 拿些钱去躺平更好了 对不对 就像何太这个例子 他衰就衰在太心急 如果他慢慢撕慢慢退的话 450万到手了 还用搞到现在这样抛头露面又要哭 又要直播的时候 然后脱下衣衫引起大家注意 根本就没必要做这些这样的事 通常做得这样的事 是迫于无奈迫不得才会做的吧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说 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